這邊就是我再跟你講 酷仁像 酷仁像書上 書上只告訴你說 只做M等於0的情形 很清楚嗎? 我現在把一般的情形 把M 我們把它推倒出來 來看結果是什麼 那這個展開式 R1-R2 R1向量 -R2向量的倒數 的展開式 我已經寫給你們 我再稍微解釋 你們知道 這個展開式這兩項 總共有四項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其中兩項是相同 所以把它合併在一起 已經寫在前頭了 你們再檢查看看 我抄好沒有 我想你們知道 這怎麼來的 這是這個的展開式 你們知道 都抄好沒有 那我們來分析 這兩個 我們先分析角度幾分 我們看這個 我們一口1的積分 就告訴我們什麼 根號0.4 根號4派分之1 所以這兩個乘起來是 根號4派分之1 那這個呢 告訴我們什麼 這兩個常數可以提出來 變4派分之1 所以剩下是這個的積分 那這個積分我跟你們講過等多少 這積分 4派嘛 4派是這兩個相成 對不對 那剩下是這個 對不對 那這個 這我跟你們講過了 這積分等於多少 L必須等0 L'必須等0 M必須等0 其他都是0 對不對 所以這是等於 那這4派 這根號4派分之1 0.0的話 所以 那根號4派 承翰各4派 所以是根號4派 對不對 ok 是不是 ok 好 所以像我們這個 這個sumation 這個sumation 就不需要了 就只有這邊 必須L'等於0 跟M'等於0 就這一項的 其他都是0 所以我就把這個 那麼 那我們看這一項 我們已經知道 L'必須等於0 M'必須等於0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 L'等於0 M'等於0 我們把它提出 那我們知道 Y00是多少 分號4派分之1 分號4派分之1 跟前面這個分號4派 剛好怎麼樣 這樣消掉了 那剩下是這個積分 這個基因等多少 等於1 因為這是歸一化的 這樣講清楚 所以我們得到這個結果 是這個 L'等於0 所以這是 L'等於0 所以是 R大也分之1 然後這邊L' L'等於0 所以是1 這邊是1 等一下 這邊有 這邊可能是抽掉 Y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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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剛送 所以這邊 四派沒有掉 這邊 應該是跟它四派分之1 對 我們再看第二項 我再講一次 這邊是根號四派分之1 然後這邊是根號四派分之1 所以這兩個變成四派分之1 四派分之1跟這邊的四派消掉 所以就沒有四派 所以就沒有四派 那我們看這一項 那我們看這一項 積分是什麼 我們首先 主頭你把 Y00 提出來 Y00 這邊也是Y00 對不對 Y00 是根號四派分之1 有兩個Y00 你說多少 是四派 我先把這兩個提出來 它剩下是這個積分 我們知道這個積分 什麼時候才不等於0 L'等於L的時候 M'等於M的時候 對不對 才不等其他都是0 是不是這邊一樣 L'等 等一下 我看有沒有 這邊 找一個信號 OK 這邊 這邊 你把我補上去 這邊有個信號 叫公共負責 是公共負責 是公共負責 你知道這個展開式來的 從這個展開式來的 這個展開式 有一個公共負責 有一個沒有公共負責 所以這樣就沒有錯了 這個基本是多少 L'等於L M'等於M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結論 最後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最後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那同學還不會有問題沒有 那我們 術上就用這個符號 這術上用了符號 那我以前個人用的符號是 這是我在13章 在13章所用的符號 那你知道這個符號就是 表示這個庫林項 就補頂物理的庫林項 然後這是交換怎麼樣 這交換能量 那你知道 這一項呢就是上面這一項 這一項呢就是這一項 那你知道嗎 我就不用再寫了 那你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沒有 那你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沒有 這邊有沒有M 就 怎麼樣 以什麼 不同M得到結論什麼 結果是一樣的 換句話我就可以這樣寫 Data1 這是我寫 這是對稱的 然後 100 這是你們 事實上是根據0來寫 算的 真清楚嗎 然後我這邊 我這邊告訴你們 M的話不等0的話 也是等什麼樣 也是等0的 好 那這是那個 對稱的自選 那另外一個 就是反自選 那個反對稱的 反對稱的 Data1 就變成加號了 這樣清楚了 加號是因為 反對稱的話 自選反對稱這邊是加號 回到部分是對稱的 所以是加號 你們知道 我們再歸納一下 我們再把歸納一下 知道這是什麼 這個能量 是這個能量 這是 這是 100 這是 ES軌道 這 ES軌道是 100 對不對 然後上面是怎麼樣 N L M軌道 一個電子在這裡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是哪個這個 兩個都向上 這是哪一個 用哪一個 對用這個 如果這樣子拿的話呢 用哪一個 用下面這個 這樣知道意思嗎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們這邊算 算的意思嗎 OK 然後底下 我們跟你講 跟你講 那個第四節 第四節 還有沒有問題沒有 就是我們利用變分法 底下 我們利用變分法 來怎麼樣 來得到那個機態能量 對 來估計 估計機態能量 那首先 首先我們要 講一個很重要的 那個 量子物理的 那個 規則 我們現在有個狀態 我們現在有個狀態 對不對 它佈含是 我們用Y來表示 那我們 我們要知道 在這個狀態下的能量 的 預期值 對不對 如果Y是規一化的話 就 如果Y是規一化的話 就是算出來是預期值 如果Y不規一的話 也是可以算 如果 這個破環數 還是規一化的話 一去之射 但是呢 Fy不一定要归一 如果正义的Fy 没有归一的话 一之射 一就这样水 其实你知道 如果归一的话 就等一嘛 所以等上面的 那我们要底下讲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那个 量子力学的基本特性 就是一用于大于等于机体能量 物理就说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态 或者不管我用什么样的波函数 不管我用什么样的波函数 它永远怎么样 永远比机体能量要大 它算出来的能量 永远比机体能量要大 那这个定理告诉我们呢 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特性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拆 我们可以随便拆一个波函数 我们可以随便拆一个波函数 我们不管怎么拆 我们算出来能量永远怎么样 永远不会比机体能量低 这样清楚吗 那利用这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波函数里头 放一些参数 放一些参数 其实也叫自由度 放一些参数 然后调节这个参数 调节到能量最低 我们放越多参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越接近 接近机体能量 我们等一下 那我们先第一步 要证明这个 第一步要证明这个特性 那我们来看 我在这里写 我们知道 我们假设这是完整集合 这是我们完整集合 就是compensate 就是这是 Hermitorium的 Iden Function的完整集合 就是compensate 那我们知道 任意函数 我一直跟你们讲过很多次 完整集合的意义就是说 任意函数都会展开成它什么 的线性合 任意函数都会展开成它的线性合 那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这 就是我们 这积分 是等于 对不对 那先把这 这个等于是这 对不对 然后再 那我们知道这是什么 E M 对不对 因为它是 因为它是它的 Iden Function Iden Function 那这是Iden Velium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得到 那因为这边是有 别的函数 对不对 所以告诉我们 这Summation N'B是等多少 因为等N 所以我们就得到 NCN 然后再 EN 对 然后我们知道 那这系数 这系数 这系数 永远大于等N 对不对 永远大于等N 所以这永远大于等N 大于等N什么 我们把它 对不对 因为 1N永远大于等N 大于等N 因为这是机态 机态能量最小的 然后这边又是 这边永远又是正N 那我们可以把1N提出去 如果 规意化的话 这Summation 那我们选择多少 如果Fy是规意化的话 这Summation 就是1的 那如果没有规意化呢 我们可以把怎么样 把这除过去 对不对 我们把这Summation 除到那边去 那其实这Summation 就是什么 这分母就是什么 就是这几分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对 看 这等于这 你们很容易 你们很容易 自己可以证明 所以 这是一个很重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物理的特性 就量子物理的特性 多超美 那另外 我教你们另外一个 也是量子物理 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特性 刚才在你们的Summation上面 有讲的 这告诉我们说 假设这是 基态波反数 这是基态波反数 对不对 那我们呢 相对基态波反数 有一个 有一个波反数的误差 相对基态波反数 我们有一个 波反数的误差 然后量子物理够尚免 量子物理够尚免 量子物理够尚免 就能量差 相对能量差 就是能量差 就是能量差是等于 这 对吧 减掉E0 减掉基态能量 那这边是 我们有个小 波反数有个小误差 对 这个呢 是正比 波反数误差的平方 它的物理够尚免呢 它的物理够尚免 就是告诉我们 我波反数有个小误差 对不对 虽然波反数有个小误差 但能量还是可以怎么样 能量还是可以很准 因为它是 它的平方下 例如说 如果跌倒拍是 10的-3的话 平方变成多少 平方变成10的-6 知道意思没有 那这 这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在很多物理上 我们在做量子物理的计算 计算的时候 常常用到这个特性 就是我们 破反数不用拆得很准 但我们能量还是可以怎么样 能量还是可以算得很准 其实这也是变分法的一个根据之一 跟变分法 我们讲的变分法 就是我们拆一个破反数 这样知道意思 我们拆一个破反数 然后来算它的基态能量 好 那这 这特性告诉我们 我们破反数 不必拆得非常准 我们能量还是可以怎么样 能量还是可以算得很准 知道我讲的意思没有 OK 好 那我们等一下我给你们解释 我们来解释 来 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好 好 我们先像分子 我们先像分子 那分子是等于这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把它展开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知道地向 地向是什么 地向就是基态能量 对不对 地向就是基态能量 好 那这一项呢 这一项是它的供后负数 好 这很能够证明 好 好 我们来看这一项 好 这是5 好 等于它供后负数嘛 对不对 那这是等于 OK 那这是等于 然后我们用 然后底下我们用Hermission Adjoint 没有用贴 好 那我们知道Hermission Adjoint 是什么样 它是Hermission Operator 所以等于它本身 所以是等 那这一项等什么 这一项就是前面这一项 好 对不起 等后面那一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项合并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加上两倍的 好 这两倍的输出部分 你们知道这个符号吗 这14部分 其实我把它写后边这好了 这个 写这个写这个都可以啦 因为我们都取14部分了 那这等多少 这等多少 这等多少 Hermission的作用 它等多少 对 等10 所以 10 然后加上两倍的 好 那底下我们把10提出来 把10提出来就是变成这样子 好 另外我们看父母 父母是这个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OK好 好 那我们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等1嘛 等1对不对 所以这是等1 1加上 然后这 这是它的共二负数 所以我们就得到2倍的 所以我们就得到2倍的 那我们这是在父母 这是在父母 对不对 所以我上面写一个 负1 所以负1对不对 那负1这个 是不是 对 那你们用那个 你们数学手册 数学手册 你们可以找到 这负1的展开式 相对1的展开式 所以这变成是 1减掉2倍的 我这边是把所有平方向 平方以上的 那是这样 我把它用一个误差来表示 order 用order来表示 那现在变成怎样 变成 这个成像 这个 对不对 就在这里 这个成像它的导数 导数 对不对 所以这个等于 我们看来 你们多少 你们来看 就说 这个成像这一下 我想你们都会做 所以1加上多少 10 1 然后加上多少 加这一项 再减这一项 加上平方向 那这是平方向 你知道这是两个 这是平方向 那这一项是这一项 那另外 因为这一项 这样会 那其他都是 其他都是平方向 所以这两项怎么样 这两项消掉了 所以变成是 10 然后1加上 也就是等于 也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10 加上 那这10 10 跟这10 跟这10 消掉 所以剩下什么 剩下是跌倒坏的平方向 所以剩下这个 更新什么 好 这也是量子物里头 量子物里头 有非常重要的观念 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你 破氨式的误差 就是说 能量的误差是 破氨式误差的平方向 到 这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下一次上课 就要把这 把我们现在 刚刚所得到的 这两个特性 应用到怎么样 应用到 产原子